各位 什麼叫做vibrato呢? vibrato有什麼用呢? 今集我們就會看看 但未講之前 很歡迎大家來到《西洋藝社》 我是葉兆希樂團的全聖樂手 在這個節目我會講解拉奏小提琴的技巧 利用這些技巧 我們就可以拉到很多好聽好玩的歌曲 今集我們講的是vibrato vibrato的中文 如果大家上Wikipedia 那個解釋就叫做抖音 但我自己有一個我覺得好一點的解釋 vibrato就是有特定起伏頻率的音高 vibrato其實這個音高發聲的效果 其實在很多樂器都有 譬如人聲、木管樂、銅管樂、弦樂 都可以有他們的方法去做vibrato 至於在弦樂上面 或者在小提琴上面的vibrato 我們就叫它做柔弦 柔是柔弦 柔就是手指初柔的柔 意思是手指在弦上面 來回這樣去滾動 手指來回在弦上面滾動 這個就是vibrato的基本的解釋 在小提琴上面 vibrato其實有什麼用 或者為什麼會有vibrato 其實最初音樂 大部分的時間 尤其是在西方音樂 都是在教堂裡面去唱 唱聖詩或者修士 當他們唸經的時候 他們要有些好像有小小旋律的方法去唱 當然當他們唱給神聽的時候 他們是祈禱或者他們唸經 他們是講他的心底 說是跟神溝通 只要是夠虔誠就可以了 相反如果是加了這些聲音的特別效果 其實會令他們沒有那麼虔誠 因為是經過修飾的 還有大家可以試想 在一個很大的教堂 其實已經有回音了 如果再加額外的這些效果 其實就是不必要 以及也都不是很適當 所以最初的時候 在音樂在教堂裡面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vibrato的 但是去到譬如巴洛克時期 Viroc period 和Classic period 和再後期一點的 Late Romantic的時候 有Opera的出現 譬如在一套歌劇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但是如果這些角色 當他們唱他們的旋律 要表達一種很驚訝的感覺 而那些音系 就是這樣一個音平地唱出來 其實做不到那個戲劇的效果 所以開始演奏的人 演奏者唱歌的人 都會想究竟怎樣去令一個音 能夠表達到更加多的感情 Vibrato其實就是其中一個技巧 就是在這個時期 開始Vibrato的應用 變得越來越廣泛 然後去到譬如Mala的時候 在二十世紀初一路打後 他們需要的那種音色的效果 是要更加誇張 要更加富有張力 如果有Vibrato的時候 就做到這一點 所以Vibrato就是有這個作用 另外就是如果一個音 例如在小提琴上面 就這樣拉一個音 你沒有Vibrato的時候 雖然很聽 但是如果你有Vibrato的時候 你是感覺到那個音是有生命力的 那個音是有生命力的 會比較溫厚一些 比如外國人就會說 Add more warmth to a note 怎樣去Add more warmth 怎樣能夠令一個音溫暖 我的理解就是 令一個音變得溫厚一些 令一個音變得溫厚一些 就是你給適當的Vibrato下去 令一個音真的好像跟人聊天 那個音是有生命力的 另外譬如 當你和一隊樂隊合作的時候 就算你是幾小型的樂隊 比如Chamber Orchestra 如果你沒有Vibrato的時候 你的音 就是你的樂器 或者你的船 是很容易埋在其他的聲部 是人家很難聽到的 還有譬如大家可以想一下 當一些Concel Hall 起到越來越大 可以容納越來越多人的時候 你沒有Vibrato 其實比起有Vibrato 是不是有Vibrato會比較容易傳得遠一點 容易令到坐在後排 或者坐在很高的觀眾都聽到呢 其實是的 其實Vibrato除了有修飾一個音的作用 其實也有實際的作用 就是令到一個音或者一個旋律 是容易些被人聽到的 以上就是Vibrato的解釋 以及它的作用 為什麼會有Vibrato 很多謝大家收看今集 如果對今集內容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留言告訴我 我是葉兆希樂團的全聖樂手 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